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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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间酒店的最后一天 我们下去泳池玩一下 泳池旁边有一个游戏室 我们又进去打个转 游戏室的格局 好像我们在电视剧 或者一些电影里 看到那些小朋友会去 出奇老鼠机店 还有近期很流行的夹公仔机 但这里的公仔就丑样很多 这间酒店 除了有冷暖水泳池 游戏室 健身室 双栏室 スパ 户外铁板烧 还有一个蟬园给你耍太极 或者是冥想 真是估计不到 由于我们对这些上个世纪的 赛车Game或者是一些射击Game 没有玩过我们就走了 回上房清雪柜 剩得最多的是鸡蛋 今天决定试下做炖蛋 份量都是随心 但是为面煮出来稀缥缥 尽量控制在一份蛋浆 0.75份奶或者是水 其实是因为我用小一点奶 所以要加水 一顿蛋或者是水蛋 做得好 一定要先不走面头的泡泡 之后就放进去蒸15分钟 另一个就放进去烤炉焗 滑就够滑 但是因为不够糖溶 所以就淡了一点 焗的版本面头就硬了一点 不过里面也很滑 剩了这么多蒜头 当然是做蒜蓉包 吃完早餐我们就check out 去会展中心对面的巴士站等免费的出道 在今天离开黄金海岸之前 我们会去Harbert Town Outlet Shopping 一下车 大家就来这个旅客中心拿Discount Card 适逢农历新年 这里还有一个新年免费抽奖 和Fortune Cookie 请你吃 我们除了赢了一杯免费咖啡之外 还抽中了一件Brooks Credit的红色铺路 这里有超过180间店铺 有得买有得吃 超市蔬菜水果鲜肉 药妆甚至连汽软都有 国际品牌和本地品牌都有 但对于我们这些常去日本Outlet的人来说 这里就真是闷了一点 既然没有什么合心水 那我们就看看有没有好东西吃 可惜这里的东西都比较贵 看看这家住得亚洲食物的Food Court 装修到好像古装街一样 除了有中式食物 港式烧味 还有泰国野和越南野 当然不少日本菜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价钱不值 所以就拿了一杯免费咖啡顶头先 以为免费东西就很小杯 但是也是正常尺寸 喝完咖啡 我们就去拿一件 价值港币600元的红色铺路 这日是年初一 Outlet这里都有中式的布置 还有省私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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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搞笑的是 这里没有私的全部都是洋人 工价就没什么了 但是看到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我们没有消费过 又吃又滴地离开 Outlet 搭巴士再转火车 出发去布里斯本 大概一个半钟 我们就来到Central Station 然后我们就拖着行李箱 沿着这些名店街 走大概10分钟 到我们布里斯本的酒店 Weston 这间酒店2018年11月才开幕 我们来的时候 还有新开幕的入住优惠 所以好一点 入住行政楼层的twin bedroom 一进去 感觉都适适正正的 两张床 够我们四个人睡 打开衣柜有惊喜 是小朋友的套装啊 因为不知道用不用钱 我们是回到香港 确认他没有扣我水龙卡钱 我们才敢打开看 里面有黑色面 彩色底的刮画纸 另外有一个兔仔造型的3D木斑砌图 这个摘到这么整齐 一开始都不知道是什么 打开原来是个西瓜波 最后这个是一个很漂亮的金色啤牌 上面连葵线的芯都有花纹的 回到Room Tour 衣柜除了有顶要付钱的帽子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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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离奇只有一对拖鞋 还有针线包和洗衣袋 旁边是mini bar 有胶囊咖啡机 两支免费水 下面的冰箱几乎没有给你放其他东西 下面一格是放了不同种类的杯 上面的吊柜都是装了酒 零食和adapter 下面的吊柜 下面的床上有多一套的沐浴套装 我们有四个人 就算多一套也不够用 不过我们习惯用自己带来的用品 所以没问题 床边有一个蓝盘的音箱 下面的一个挺大的电视机 因为我们跟酒店说了 我们会慶祝我们父母的结婚周年纪念 酒店提供了香檳和小吃 帮我们慶祝 走到落地玻璃那边 打开窗帘 看到少少何景 看看浴室 虽然是行政流程 但这房子没有浴缸 只有浴浴间 在洗手盘下 有个很贵的盒子 里面放了牙膏、牙刷 和其他卫生用品 回到大门口 原来在房里面 要上double lock 否则就会断电 我们晚上就是这么吓 这里没有请蜜烧热的牌 给你刮出去 而是轻触式按键显示 这里很多东西都是轻触式 冷气制也是 最重要的电制位 书桌是齐全的 两边床头电制位是不一样的 这边有两个USB位 而另外一边是没有的 中间就是很传统按键的Master电制位 设备有些鲜酱 有些是传统的 最欣赏就是电视机可以放Youtube 不用怕节目不适合看 玩完一轮还没吃 是时候开餐了 点心有甘吉啫喱 士多菲莉点朱古力酱 还有好像棉花糖的慕士蛋糕 四个人吃这么少当然不够 我们下了去三楼的Club Lounge继续吃东西 这个Club Lounge大部份以餐桌为主 比较少咖啡桌 可能遇到大家当正餐一样吃 游乐地玻璃看下去就是泳池 这里还有个小小的会议室 经常有人来参观 但就没什么人用 不知道是不是严小呢 餐饮方面 这里有个小小的buffet counter 现在是下午茶时段 以轻食为主 冬季有些烟山文鱼 Palmerham Wakamoni等等 叶盆有很正的沙爹 炸鱿鱼圈 和一些混合了酱汁的虾仁 当然还有面包 芝士和配芝士吃的米饼 甜品有辣妹慕士和Browney 饮品有些toss water 和房间那支香槟一样牌子的红酒白酒 还有整个冰箱不同种类的饮品可以选 我就轻轻地喝个绿茶蒜了 吃完东西 我们就趁着高司鱼卡 更有效 出去走一转 死心不惜 要趁着农历新年 去这里的China Town 看看年初一 有没有庆祝活动 这里的中餐厅 都算多人吃 但究竟有没有河联活动呢? 其实走过来的时候 我们是引诱听到 有打啰打咕的声音 抱着些小希望走进去 看到中间有个广场围封了 也看到有没有在着 谁知杀个操守不及 好 好 整个过程历时不交五分钟 完 最搞笑的是 一烧完炮掌 整群人冲去林式火种和掃地 然后两只狮子就站在这里 给人拍照 整个庆祝活动就完了 终于知道 为什么 这么多华人 喜欢来香港过节了 那就过了那间的新年气氛 我们就在布里斯本市中心 周围走 走走走走去到South Bank 看夜景 走走走走走走 就来到布里斯本著名的South Bank Parklands 这里除了有很漂亮的花花草草 给小朋友玩的游乐场 当然要去看看这里的地标 市中心的人造海灯 这边有大大小小不同的泳池 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喷水池 开放时间都会有救生源 全年免费开放给公众游泳 初时都好像没有 但想一会 如果真的任何人走过都可以跳进去 那就很骯髒咯 说笑而已 相信这里的人都会很有功德心 不会拖位一个这么好的公众设施 这里的花园很多时候都有中式设计 不过夜妈妈都不是说不害怕 走到码头都觉得累了 我们就搭这些免费的渡人回酒店 认着这一只红色的City Hopper 才是免费的 其他颜色都要收费的 我们一上船就去了上层看风景 我们一上船就去了上层看风景 回酒店之前都是忍不住去超级市场走一下 10点 终于都舍得回去了 开始有点肚饿 就和Western新海莫一围的40元现金券 叫了room service 是一个很夸张很寂寞的宵夜 卖相就够漂亮了 可惜就烤得焦了一点 又有点柴 不过我们只是补了几班奥纸就有得吃了 值得啦 明天就在澳洲最后一天了 真是不舍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